距离韩国大选还有月半年时间 上个月韩国执政党在强烈反对声浪中 推出了管制假新闻的媒体仲裁法修正案 此举被指示图在大选前令媒体的批评性报道保持沉默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利用在国会的席位占据大多数的优势 按照国会程序 8月份在国会三次单方面表决通过媒体仲裁法修正案 目前仅剩下的程序是国会大会正式的表决和总统文在寅的批准 但是期间除了韩国执政党和文在寅以外 包括韩国保守派和进步派在内的所有在野党 新闻界、学术界、法律界的组织以及国际上的主要媒体组织 如世界包业协会、国际新闻协会、国际记者联盟等 都对此修正案提出反对意见 媒体仲裁案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假新闻受害者最高可向设施新闻媒体要求受损而无倍的赔偿 有权要求删除相关报道并发布纠正报道等 反对方的理由是该法律标准模糊 将给媒体套上龙头 人们认为法案违反宪法 对于推测为故意重大过失行为的定义不够明确 且规定举证责任在媒体一方 另外韩国性刑刑法已经对相关行为作出惩罚规定 额外立法制定惩罚性损失赔偿制度 存在重复过度惩罚等问题 世界报业协会8月12日向韩国新闻协会发来的声明中 敦促韩国执政党撤销匆忙提出的媒体仲裁案修正案 声明说该修正案可能使媒体沉默 不再进行批评新报导 从而损害韩国的民主传统 世界报业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 代表了五大洲的一万八千多个出版物 世界报业协会行政总裁文森特菲恩表示 如果就只推进该修订案 韩国政府将成为借改革之名 实则遏制自由 批判性言论的最恶劣的权威主义政权 国际新闻协会8月17日通过其网站发表声明说 韩国应该撤回新的假新闻法 声明强调 特别是在明年3月大选之前 有可能使对掌权者的批评性报导保持沉默 这将使韩国的言论自由陷入危险之中 国际新闻协会是一个全球性组织 在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享有智商地位 目前的成员国包括韩国在内有120多个 最大在野党国民资历党议员李达昆 8月27日在国会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上说 执政党的用意只能看作是因为选举 其背后隐藏着非常大的政治动机 否则没有理由想让如此非法的程序 在短时间内在这次定期的国会通过 韩国执政党曾打算让修正案在8月30日的国会 全体会议上正式表决通过 国民资历党院内代表金启选 8月30日在国会前参加 前者媒体仲裁法修正案活动时表示 全世界任何一个自由民主主义国家阵营 都没有这种封锁舆论的独裁法 只有在中国和朝鲜才能行得通 其目的在于延长权力 继续享受独裁权力的黑心 目前离明年韩国大选仅剩6个月时间 民意结果显示 韩国执政党与国民资历党支持率相差不多 同时朝野总统选举竞争激烈 热门朝野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也不相上下 今年4月 文在寅领导的执政党在首尔 辅山市长补选中惨败 这些因素都为执政党是否能够在下届政府 维持政权带来变数 文在寅领导的执政党在中心里